1938年4月,日本陆军大臣珊珊元到中国战场,视察新华日军的一组老照片。 珊珊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算是一个具足轻重的人物,在整个二战期间,日本一共只提升了三个陆军援帅,珊珊元就是其中之一。 当然,珊珊元除了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中粉、脑残粉,野心很大,好战是血,他打仗其实不是特别牛,但是政治方面很不错,又对日本天皇忠心耿耿,是老资格,三朝老臣。 所以他当了陆军大臣,还成了元帅。珊珊元是在1936年8月开始走向对华战争前台的,当时他出任陆军三大核心首脑之一的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,随后晋升为陆军大将。 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,身为陆军大臣的珊珊元极力主张对华扩大战争,他甚至还想日本天皇担保。 三个月解决中国,8月15日,日本政府发表了对华宣战声明,而这个声明就是由珊珊元起草的。珊珊元虽然指挥打仗没有什么亮点,但却异常顽固。 1945年,美军即将登陆日本本土时,珊珊元极力主张进行交土作战,并亲自担任本土防卫的第一总军司令官,想通过鱼死网破,彻底抗战来抵御进攻本土的美军。 不过珊珊元在顽固,他还是顶不住美国原子弹一个接一个的袭击,他也改变不了天皇投降自保的决定。 所以当日本投降后,他于9月12日下午开枪自杀,从这点上看,还算是半个汉子。 老兵为什么说,他只算半个呢?因为按照武士道精神他应该欺负的,可惜他没有做到。 而有意思的是,当得知珊珊元自杀后,他的妻子竟然也在家里,不知道是殉情还是殉国,也跟着自杀了。 据说珊珊元妻子自杀过程,比他丈夫正规多了,他是身着全白丧服,依照武士传统用短刀戳穿心脏自杀的。 老兵突然想,珊珊元这个狂热的军国主分子,难道是他老婆教育出来的? 珊珊元下飞机在吴松镇附近视察战场田俊六,接见在杭州00部队,在杨树浦深谷部队,也站医院里,慰问伤兵,在南京站下。